这是我见过最随心所欲的越狱者 没有计划,没有装备 还敢于狱警正面硬钢 甚至把监狱的指示牌当做阶梯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喜剧冒险电影《猪头逛打街2》 小赵是苦逼的银行底层人员 小潘是个安逸的乐天派 自打那个周五晚上 与印度报一起吞云吐物 被小青年羞辱,蹲监狱,丢车 城华香散等重重考验后 两个难兄难弟最终抵达心目中的天堂 白色城堡 吃饱喝足的小赵 终于鼓起勇气向阿美表白 令人欣喜的是 阿美刚好也喜欢小赵 两人在电梯里吻得不可开交 阿美即将远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差 在爱情的驱使下 小赵当即决定追随真爱的脚步 作为死党 小潘亦不容辞随性而去 于是二人梳洗打扮后 踏上了前往荷兰的航班 贪玩的小潘还偷偷的带上了烟枪 美滋滋的两人 一心梦想着八小时后的天堂之旅 殊不知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正在悄然降临 也许是两人的形象过于猥琐 刚上飞机就被一个热心的老奶奶盯上了 毫无察觉的小潘 跑到厕所里自制了一个无烟器 却被老奶奶误认为是炸弹 飞机里顿时一阵兵黄马乱 难兄难弟不幸被当成恐怖分子 送到关塔纳摩湾监狱关了起来 小赵怒不可遏 埋怨小潘不该带烟枪上飞机 本来可以尽情合法的吞云吐 现在这个二货却把两人搞到监狱 小潘却很淡定 你看这里有水池有马桶 枕头也挺舒服 小赵气得再也不想搭理小潘 这时狱警前来视察 对面的两个恐怖分子眼看机会来了 故意与狱警发生争执并跑了出来 不甘心把牢底坐穿的小赵与小潘也趁乱逃了出来 只见一个恐怖分子把监狱的指示牌当做梯子 一个箭步上去 就因触电领了盒饭 兄弟俩心想机会来了 他们把恐怖分子当做垫脚石轻松逃了出来 一路逃窜来到海边 顺利搭上一条渔船逃之夭夭 几经辗转 两人来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找到了好机友扎特求收留 不过现在两人已经成为亡命之徒 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 在扎特的建议下 两人决定去德州找另一个好兄弟克尔顿帮忙 现在只有那个手眼通天的人能帮两人洗白了 兄弟俩迈着六亲不认的小步伐 开上扎特赞助的黄色敞篷跑车 斗着昂扬出发了 另一边 两人的越狱行为在国安局引起轩人大波 国安局局长罗恩立功新切 笃定两名嫌犯一定是基地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先行联合 一场势在必得的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对此一无所知的兄弟俩还在梦想着 洗白之后来一场围棄一周的浪漫之旅 夜幕降临 两人被一群打篮球的黑人拦住去路 小赵本想好横一把冲过去 可看看场上身材魁梧的黑人大块头果断掉头 不想意外还是发生了 车子不小心撞翻消防栓 水流喷泻而出导致收音机短路音乐停了 大块头带领小弟气势汹汹而来 眼见事情不妙 隔两快速下车逃离 大块头有些懵圈 两人怎么跑了 他是来帮忙的 情况有些可疑 还是报警吧 罗恩很快带领警员赶到现场 大块头作为目击者本想上前解释 却因为是黑人被罗恩当作恐怖分子 还好另一名办案人员证明大块头并没有作案记录 罗恩这才作罢 随即命令属下全力追击小赵哥俩 另一边兄弟俩逃到一个树林 小潘打电话给扎特告知自己的位置 小赵鼻子都快气歪了 政府正满世界找两人 小潘还敢打电话 气急败坏的他直接把手机扔出老远 两人走了一整天也没见到一个路标 又渴又饿的他们有些心灰意冷 这时一头小鹿从树林中钻出 正当两人想跟小鹿套套近乎 一声枪响喷了小赵一连血 小鹿也一命呜呼了 猎人三下五穿把小鹿打包装带 这把哥俩吓得不轻 赶紧说自己是好人只是迷路了 猎人是个爽快人 把两人带到了家里 并让妻子为他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可还没等享用 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破坏 原来是罗恩顺着手机定位追踪到这里 小赵赶紧解释 两人被误会成恐怖分子 猎人很淡定的说 谁还没被政府收拾过 赶紧躲到地下室 我来对付他们 哥俩来到地下室 被一个音乐盒吸引 吓得屁滚尿流 赶紧躲到角落里 可更恐怖的还在后头呢 两人惨叫着逃出地下室 却被猎人告知那是他的儿子 因为自己与妻子是近亲结婚 这才导致儿子出现畸形 夜里小赵睡得正香 却发现猎人的独眼儿子就躺在自己身边 吓得他魂都没了 说啥也不在这鬼地方呆了 赶紧叫上小潘连夜逃走 可还没走多远 就看见一群3K党正在举办勾伙会 这可惹不起 刚想绕道而行 后面走过来两个3K党成员 两人赶紧躲到树后 好巧不巧 对方刚好想要放放水轻松一下 被碎的两人被红茶淋头 输可忍 使不可忍 哥俩上来就把两个3K党打倒在地 迅速换上他们的衣服加入篝火会 不幸的是 两人刚坐到座位上还没等吃喝呢 被打晕的两个3K党就现身揭穿了两人 还好他们跑得够快 来到公路旁拦了一辆汽车 发现司机正是上一步里的大明星 这下好办了都是熟人 对方正好顺路送他们去德州 一路畅通无阻 就在即将抵达德州地界的时候 罗恩却在前方设置路障 还好明星刷脸成功 几人顺利通过关卡 洋洋得意的明星想去俱乐部找乐子 因为玩的太嗨遭遇大姐大枪击一命呜呼 两人只能开上明星的车子跑路 赶了一夜路 终于在天亮的时候到达德州 小赵让小潘在车里等着 自己去找克尔顿 却不想小赵遇到了前女友萨姐 萨姐是克尔顿的现任女友 两人已经准备结婚了 看到昔日恋人即将嫁做人妇 小潘感慨良多 正当两人相谈甚欢时 克尔顿带着小赵出现在他们眼前 看到女友在前男友身边笑咽如花 克尔顿非常不爽 但表面上没有爆发 当即表示他们的事他会替两人摆平 随后将两人带到一个停机瓶 表示会用直升机将两人送回去 单纯的兄弟俩不知道 克尔顿早已将两人卖了 此时罗恩已经功后多时 哥俩当场被抓捕亏案 克尔顿乐了 这下没人能搅和他的婚礼了 飞机上 小赵知道回到监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他不想坐以待毙 抓住机会 拿出从明星那里顺的催泪瓦斯 对着两个警察一通猛喷 罗恩坐在前面听着音乐自嗨 丝毫不知后面已经乱成一锅粥 等他发觉的时候 两个警察已经被打倒 当即掏枪威胁两人不可轻举妄动 这时罗恩的一个下属看不下去了 傻子都看得出来两人是无辜的 只有这个二货不依不饶 简直是玷污了美国人的智商 他真是受够了 下一秒就因为情绪太激动被甩出机舱 小赵两人也被气流卷出飞机 但空中悬着的两人刚想打开降落伞 就被追出来的罗恩开枪射击 不过他的枪法真是不怎么样 一枪也没打中 自己也被催的随风飘落 兄弟俩顺利打开降落伞 轻叫着落入一户人家的客厅 很想趁着主人没发现赶紧开溜 却无意中从照片发现他们落到了总统的家中 总统还挺接地气 听了两人的遭遇他十分同情 不但答应帮忙摆平这次事件 还与两人一起吞云吐物畅聊人生 总统也是性情中人 表示有什么事只管开口 小潘灵机一动还真有一事相求 婚礼上 克尔顿这个伪君子跟萨姐保证 一定会帮小潘两人 不知克尔顿真面目的萨姐在父亲的陪伴下 幸福地接受大家的祝福 这时小赵两兄弟疯疯活活赶来揭穿克尔顿的真面目 眼见两人搅了自己的婚礼 克尔顿恼羞成怒 上去就想和小赵单挑 萨姐心都碎了 本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却演变成了最难堪的一幕 她伤心离去 小潘不愿放弃表白的机会 当即作诗一首 甜言蜜语如滔滔江水般倾泻而出 萨姐在小潘的爱情攻势下最终缴械投降 两人深情拥吻在一起 隔天 小赵来到阿姆斯特丹寻找阿美 阿美开心极了 诉说着思念之情 情质浓实 两人吻得不可开交 把小潘都看呆了 这吻技够水准 自此 两对情侣过上了美羞美臊的幸福生活 猪头逛大街2 商用于2008年 运用讽刺和夸张的手法 讲述了一个心酸的故事 用血和泪的镜头控诉了一个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 种族歧视 地狱歧视 执法者刚复自用 当权者两面三刀 除了影射国家问题之外 也讲述了两个青年的成长过程 从唯唯诺诺的胆小鬼 成长为有勇气的男子汉 是一部十分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